嗨喲喲喲,我要問你問題 是你覺得這幾款哪一款穿起來是最瘦的 高筒帆布鞋很難做 因為它很容易穿起來 全很短 它的成品是超級美 但是在這個成品之前,我也有嘗試過不同的鞋帶 好醜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斯的白娘 今天要來跟你們介紹最新一代的帆布鞋 保證是你這輩子沒有穿過這樣的俗改的帆布鞋 總共有六款,然後有一款最夢幻的是 金色的收尾跟斷帶的款 這一款是最夢幻少女型 然後也有比較基本的是素面綁帶 然後素面綁帶還有高筒的 然後也有餅乾鞋頭的系列 餅乾鞋頭就是前面這種比較厚底 然後有紋路的,很可愛 這是餅乾系列 然後餅乾還有兩款是木勒喔 脖鞋跟木勒鞋很方便 這就是最新一季 然後等一下會帶你們一款一款的慢慢開箱 好啦那我們就來一個一個款式來介紹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餅乾的綁帶 那我們來請白娘好好的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覺得市面上的餅乾鞋很多 然後很多不管是台灣品牌或是美國品牌 或是韓國牌子 韓國牌子你是不是有買 有,我有買那個奶茶色之前超紅的 對,它就是其實外型真的很好看 但是因為我個人,你是也有母子外皮 有,我有母子外皮 但是針對上我們這種族群 我就會想要做一款是 所有百分之可能99.9的人穿 都會非常舒服的,餅乾型 欸那你穿餅乾鞋你的問題點在哪 就是韓國的眷型就是比較窄 這很多褲子外乾 前面就是會比較厚 就是個顏膀 這是個顏膀 這是個顏膀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細節 就是鞋舌 鞋舌 我覺得鞋舌不應該是這樣子 薄薄薄的 沒有薄薄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可以做得更好 你摸摸看它這個感覺 就是很薄很薄的薄薄 然後它邊緣是 褲子的 然後再摸摸摸摸 就是有很厚 比較厚實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光手摸就有感覺 更何況你直接整個腳這樣穿進去 你會 那感覺是 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現在就是薄薄一片 然後很單薄 然後硬薄 然後這個是軟Q厚實 然後一穿進去是 有一種 包覆性嗎 就是一片很軟的東西 貼在你的腳背 然後這個鞋舌也是我特別的 通常要求的 因為製面上真的沒有這樣做 因為很麻煩 有一個很重要的美甲 什麼 它防波水 喔對 真的 最厲害的就是它被防波水 我牠的鞋真的很容易整個黑掉 這裏之前這次大概穿 穿幾次 大概十次 第一次 應該就回來就會黑掉 整個黑 然後布的地方 如果你有心 你就要拿一些 白皂或刷子下去洗 但是通常 民眾就是沒有那麼的勤勞 所以最後的結果都會整個白血變黑血 然後也懶得再勤人 這個布料是我特別定做的 因為我就覺得 反布不可以這麼難保養 我本身是一個不勤勞的人類 所以我一定要 很麻煩 然後你現在幫我滴一個 比如說美式 黑咖啡或醬油 番茄醬 隨便你滴上去 不會吸進去 但你一般反布鞋 你想這樣 你直接穿新的 然後我滴到番茄醬 氣死啦 爆炸欸 所以我就改良這部分 我如果要出一個東西 我一定會做好做嘛 所以它那一張 然後前面這邊不會磨腳 後面也有沙發後跟 然後它線型也是我們特別去訂製 你不管是拇指外翻高腳背 肉肉腳 還有什麼 大家會有什麼煩惱 我覺得不跳腳形嗎 對啊 我覺得沒有這麼講 可以去門一次算了 嗯 嗯 高筒環部鞋 很難做 因為 它很容易想起來 腳很短 腳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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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畢竟就是長高的第一節嘛 然後你的小腿脆線 就會被遮住 但是我沒有解放 這個做事這張有一個小秘密 對 可是我這樣子錄出來 就大家都知道了欸 但我跟你講有心人才做得到 就是我們的那個筒高 是經過極端 這個是樣子 就是不對的 然後這個藍色才是我們現在出的 它就是差一點就差很多 就是統高你要以為就是固定就是這個高度 全世界都這個高度 不是 你一旦高一點 你真的小腿就被吃掉 然後整個腿會 看起來比沒穿鞋的時候還要粗 就是會有增粗的效果喔 但是會不會這樣子 那個 突然看到這根筒 啊 增粗 然後條骨關掉裡面 你們救星就是在這 救星 我們這個高度經過計算 再加上 我會很推薦你們拿大一號 然後加增高墊 你只要那個增高墊 我本身裡面已經有增高了 然後它下面也有三公分厚 但是如果你另外再多加一個兩公分的增高墊 你總共就會五公分 然後外面完全看不出來 但你一定要拿大一號 然後你穿進去之後你的小孩 原本在這裡 就是被遮住的那邊 然後它就上升兩號增 所以你的小孩就會出來 對吸引人的地方就會出來 就不會有我剛剛說的那種問題 對 好 我要申請那個 我裡面超強的板墊 因為裡面它真的太高層你們看不到嘛 然後我們就把其中一個拿出來給你們看 這樣的觸感是絕對你在市面上帆布鞋沒有 不曾穿過 因為這已經是工廠能做的極限 它做一層的時候我說不行 這樣人家會說好像還是會再軟 然後最後我們自己拿公司的鞋墊的元素 然後自己拼成了一個我們要有量的 然後放進去鞋子 才跟工廠接要求說 好 我們現在這測試OK了 你就幫我做三層 然後前面前掌 除了原本的這一片 你還要再幫我貼一個這個電芯 然後腳窩也一定要有 就是等下後面是三層的乳膠的高度 這三層我覺得兩層應該就有 兩層三公分 就是沒有人的乳膠會加到這種程度 然後重點是乳膠你是隨便加 你加不對位置嗎 會有一種卡腳或是腳背脊肉之類的 不是說硬加就好 然後加到順 好 然後高筒還有一個致命的障礙 高筒的後跟 有時候低筒穿喔 你可能還沒有那麼受重傷 但是高筒就是 重傷的一面 因為它就是剛好會在你的腳踝的這邊 然後如果你沒有加這種 沙發後跟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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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除了鞋舌 沙發後跟 然後到墊腳 跟所有的補金細節 然後加上筒高 這些全部都是經過很精密的計算 跟多次打反買會有的程度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放心的購買 我當然就是奶茶色 你也是奶茶色 我真的超級喜歡奶茶色 我現在懷疑加顏色 大家都不喜歡 我現在喜歡淺牛仔 淺牛仔 淺牛仔 我覺得淺牛仔色它是比較清新的感覺 而且很少反覆鞋會有牛仔色系列 好像是齁 一般都是紅白 基本色 夏天會有個大學生的感覺 那我要喔 你還是喜歡這次喔 那現在很流行那種 有一點高度的襪子 就是要有一點皺皺有一點高度 推薦這個顏色 我問你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你覺得啊 這幾款哪一款穿起來是最瘦 你是否問到我就最聰明 因為我真心推薦最瘦的會是 這一種木勒鞋 因為它整個後面 你看它像這樣子一樣你就知道 它後面連那個腳踝 腳踝一定整個小腿就是鞋的地方 它腳踝怎麼露出來 然後眼神整隻小腿 它視覺上就是會很瘦長 如果跟其他款 第三個呢 我們來開箱的就是 木勒系列 有分這種魔鬼沾的 還有綁帶的 那我們一樣呢 來請我的板娘 來細說他們兩個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兩個 都很難做 因為木勒 我覺得木勒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後面這邊 如果你尺寸沒有拿對的話 很容易會造成退表 因為它這邊如果做太突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 你的後腿會一直有義務感 所以呢我後來就架低了 你看這兩個 這兩個就有差 對吧 對 這就是一些我們會幫你們把關的小細節 但是一般市面上的都是做這樣高起來的 然後高起來的就是我們 每個公司的人士穿之後 就覺得 欸為什麼後面很卡卡的 所以後來我們才把它修到 就是比較低 這個是一個小關鍵 然後再來木勒鞋 很容易會有個困擾是覺得 比較單薄 因為畢竟它後面這一大塊都沒有包覆 所以你腳穿進去的時候 你很害怕腳會飛出去 就是會走一走這樣 然後這一個的問題 我們是用鞋舌的加厚去解決 就是一般的鞋舌只是一片布 但是我們是有一個空度跟厚度 所以它會讓你的裡面的腳背會會hold住 然後你的魔鬼衫 我為什麼會做魔鬼衫跟膀擺 都是因為它的這個鞋面的裁片是有多高 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它整個要多鬆 比如說你高腳背你會鬆一點嗎 但如果你是腳比較瘦窄心 就會有我剛剛你穿木勒就會容易肥出去 但是你就貼緊 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表情 對就是比較像是有一點量身定度的那種感覺 你自己去感覺符合你的腳背高度 自己去調整 然後膀擺也是一樣的 然後半腦海有一個問題 就是啊 為什麼你不會想要做 就是這種後面包起來的 然後是魔鬼沾系列的 對因為其實這系列 現在我們總要說六文系列 比如說綁帶的這一款 它就有木勒 然後也有保持 然後你的意思是這個 為什麼這個都沒有保持 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我都有辦法 其實我真的夠大 但是我最後會出的 就是我會覺得 不挑人穿 然後確定好看 確定瘦我才會出拼 你就想說 這包的一定也會有人喜歡 也會有人買 但是我就是要幫你們把關 我的工作就是要幫你們 守住這個陷阱 對我來講 這算是一個陷阱 因為它 如果是包起來的 跟這樣子比起來 就它會比較厚重 雖然包鞋我有出綁帶的 但綁帶的前面鞋面 跟它魔鬼沾的厚重程度 是不同 因為它是雙層 然後三條 所以那個視覺 也是我覺得 我不是必要出的東西 我就不會出 所以它就會被我投拍 因為其實你看 我有打擺它 而且其實你看 我們連那個金扣 旁邊金屬的金扣 我都有嘗試打銀色跟金色 我覺得金色看起來比較精緻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最後的成品 就是金色 這是一個小亮點的 這些都是有一個 製作的原因或過程 不是說 突然之間這寫就長這樣 我們加的研發期 都是抓獵我原效 所以當你看到它的時候 表示現在是醫院 表示我在去年夏天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些 看起來比較夢幻呢 跟剛才的那個 比較休閒的是不是不同感覺呢 那我們一樣 來請我們反壓 來為我們解說一下啦 那先來講 丁環的好了 丁色的這個 就是你 就是看這樣子以為說 就長這樣嗎 我跟你講就是 你們看一下我的樣品 就是你看到哪一個不一樣的嗎 這兩支黃色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不一樣 就是它斜頭的長度不一樣 前面白色的那一塊 一點點的小差異就會影響你 最後穿在你腳上的整體的比例 所以我們就是有發現說 好像比例不太對 所以在前面的這邊 我們又再去做調整 才會是後來最新的這個成品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 這個跟你手上的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頂紅 沒錯 因為其實我銀色也有打扮過 我一定會偷藏試 然後最後我們選一個最好的 後來我真的覺得金色太美了 真的喔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還有它這個收尾也是啊 這個金色的收尾都是要特別去定製 就是跟著那個金黃的顏色一起一路的 然後你看如果是這樣子 跟這樣 變得蠻普通的 對 就會質感有差 有差 然後它整體的那個車線是做狀色的 喔對耶 所以不管它是鞋面是什麼顏色 它的車線都是米白色 特別做的 因為你看如果像這樣 你是配銅色 因為銅色我也有打扮過 就是我覺得沒那麼好看耶 真的 放在一起有差 這個就會亮眼很多 對 然後這個就 一般可能外面很常看到 然後一般就是 反覆鞋的困擾一定就是 會容易兩側痛 或者是後跟痛 這個 你剛剛有試穿過 我就是整個穿進去 舒服的製品 除了舒服之外 會有點正經 會想說 哇這個鞋子 對耶 跟你說它有回彈力 對 就是連我現在做鞋子這麼多年 我都會想說 我剛剛要穿什麼 就是跟一般的鞋子真的落差很大 如果你有在找休閒鞋 真的陪認真考慮這一款 因為它的寬度我們有加寬 就像我母指外賣的地方 像我之前 很久的年代 大概高中的時候 但是現在這年代已經 大家沒有那麼流行說 要加一個外露不好看 大家都直接這樣子 整雙腿露出來 不要修長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再這樣下去 我要做一個 大家都能穿的反覆鞋 然後後腳分也幫我們保護 對 然後還有這一個 剛剛金環子講完了嗎 斷袋款 斷袋款它的成品是超級美 但是在這個成品之前 我也有嘗試過不同的鞋板 好醜喔 剛剛講會比較直接喔 大家不好意思 就是真的 厚度它很大 所以當我這樣子 呈現給你們看 你們才會知道說 喔原來 有這樣子 中間的篩選過程 就是我們的工作是幫你們篩選掉 質感沒那麼好的 穿起來沒那麼瘦的 或者是沒那麼漂亮的 這些我們在前面的階段就會淘汰 然後例如說 像這些的就是大淘汰 我們最後就用了斷面 斷面真的質感提升超級 對 而且就是斷面的收尾 一定要使用那個金色的收尾 這樣子就會有比較一致性的感覺 對 這是一定要的 這就是夢幻少女必備的 然後這兩款如果你放在一起 你這一款跟這一款 更拿一隻腳 然後這樣比較的話 就是有的人會選擇障礙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風格是算蠻明確的 這一個就是比較夢幻的 夢幻 然後它只有四孔 四孔但是它配了比較寬的斷帶 然後這一款 幾孔 六孔 它是六孔的 然後它是配的比較休閒感的斷帶 所以它雖然斜頭造型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的車線也不一樣 像這個是撞色線 它是配你白線 但斷帶款的它就是一定是配面色線 比較有整體感 所以你們可以藉由這樣子的差別去判斷說 你比較適合買一個 然後斷帶還有一個很大的 製作的困難點 就是它的斷帶的顏色 比如說在我還沒聽過之前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是完美的定作品 但是沒有聽過之前 為夫妻 適苦要找了相近的配色 就是我已經確定我的斜面 但是我想要 想說 你們去看市民廠 現場也是可以配的 我覺得這樣如打 對 就是真的不能夠有 不能偷懶 真的完全都是要定制 你看像它這樣配好之後 就是超美啊 然後奶茶色也是 你看它完全是融入 沒有任何的色差 嗯 這種的精細程度就是必須要定做 才能做得到 然後米白色也是 如果沒有定做的話 其實你市面上其實很容易可以分辨出來 它到底是不是 為客人量身定做 一些小細節你都可以掌握得到 好 那這一雙呢 就開箱到這邊 你們有沒有就是 最喜歡哪一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還有任何問題也可以都去社團詢問百娘喔 社團要什麼啊 社團 S 鞋吃實驗室 好快你講錯喔 要你講錯 這要重新入倫了 不會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